近日高乙祥的事情依然是沸沸扬扬 娱乐圈里纷纷透着一股悲伤的气息 不少的明星同时发声表示惋惜 高乙祥出事后 不少艺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表示了心情 向徐征斥质节目组 吴轩怡将头像改成黑色默哀 陈伟霆发为博道念等等 台湾艺人小S在得知高乙祥去世的消息之后 也曾崩溃大哭 不过小S的这个举动在有些人看来却是在炒作 绰号宋大嘴的知名导演宋祖德在微博公开发声 小S别再拿死人炒作行吗 最近消费死人的媒体和艺人不少 高乙祥活着的时候 为什么小S从没有说过他好话 人死了 假惺惺流眼泪 虚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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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宋祖德甚至反问 人活着的时候 为什么没见小S说过他好话 人死了 假惺惺流眼泪 网友们并不赞同宋祖德的说法 毕竟死者伟大 宋祖德在这里口无遮拦大谈死人 确实有点不厚道 如果说小S是在借机炒作 那宋祖德何尝不是借此找话题 这次他毫无底线的碰瓷刚刚去世的不幸者 实在太过缺德 宋祖德炮轰小S虚伪 那他自己的行为又算什么 对此网友们还有什么看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 说得好 订阅区留言